我叫JJ小钟 你们看我帅气的脸庞应该不难猜到 其实我真实的身份是一名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 不过此时此刻 我正被一个骑着滑板车的男人追踪 因为距离我们学校时常开门还有五分钟 我必须跑得比他快 必须比他先吃完 必须比他更卷 不然下一个诺贝尔奖 就很有可能是我身后的这个男人 哈喽大家好 我是JJ小钟 怎么样 刚刚那一幕呢 有没有让你们感受到 学霸满满的压迫感 我们经常去拜访的这所大学呢 每一个人都堪称是学霸中的学霸 他就是连续12年呢 蝉联QS世界大学培养榜第一位的麻省理工大学 我是真的好奇 这帮学霸们日常呢都吃些什么东西 最重要的是呢 今天带我们进去食堂干饭的呢 是一位可爱的小姐姐 所以呢先让我把这一身哈佛的衣服给换了 咱们呢 会会这位小姐也去 走着 这个呢是MIT的Bookstore Bookstore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书店 其实呢它真的就是书店 只不过呢现在美国大学的Bookstore呢 大部分呢都揭备了一些卖学校周边产品的功能 所以我们先到这里面换一件MIT的衣服 我们觉得这件怎么样 89块9毛8 来 试试 我身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打卡的大学食堂 怎么样 这个大学食堂 看过去是不是和你想象中的那食堂完全不一样 说实话呢我也是第一次见就是食堂的样子长成这样 就感觉古色古香 然后建筑特别有感觉有没有 好 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走吧 好 舅舅呢在这里首先感谢一下今天带我们进来的同学 你们这个组织叫CSSA的 对是MIT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没有他们呢我们今天是不可能进到食堂里面的 因为我们需要有同学借我们饭卡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啊 如果有同学呢十分想考MIT的话 可以联系一下他们 他们会帮你们解决一切的困难 哎 你们那个账号叫什么 MIT CSSA MIT CSSA 一会儿Ricky再把它ad上来 作为MIT的学姐 有什么建议要给视频前的学弟和学妹妹 就是如果大家想来MIT的话 还是要付出比你想象更多的努力 但是如果你想轻松一点的话 也可以考虑一下隔壁的哈佛啊 哦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 不要忘记给这个视频一键三连哦 给我们的MIT学姐一个面债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 让你们看一看MIT的食堂 是这样子的 它是非常清晰的 从这儿有个大门开始 然后进来之后呢在这儿拉盘着 第一个区是美式区 里面的以披萨为主 披萨大概有四种不同的披萨 常见的cheese 然后macaroni 蔬菜披萨 意大利人震怒的夏威夷披萨 我就喜欢吃带萨了 好给你来一块带萨 我来一块macaroni 然后在中间呢 还有我们的就是香肠好吃的 第二个区域呢 就属于pasta 意面区 这上面呢是芝士 bacon 然后这个呢有什么想吃的 我们意大利区来一块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你要哪个 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就是不怎么想吃 坏一点 往后走 然后这一块呢就到了 基本上是亚洲菜 然后米饭就出现了 我们来点米饭 米饭呢配的是青豆 可以一口米饭可以一粒豆 来来来 来两个一块 然后配点花椰菜 这个呢基本每个食堂也都有啊 就亚洲菜 但是我觉得它的亚洲菜好像差点意思 这个厉害 看得很有味道 是属于台富的 给大家吃 这个呢是他们的一个八台 叫做Osses 给你们看看他这儿的甜点啊 这个是什么 水果蛋挞 这个叫 Flueton 水果蛋挞 来一个吧 给摄像师拿一个 好 再来点冰激凌啊 我想吃这个 哪个 被彩色藏在那里 厚厚绿绿的一个 哇都哇不 我的妈呀 可以的可以的 不行 那能便宜他们 我得吃亏笨 哇 啥巧克力啥的 我还要彩色的力 你得看小孩你 好 我们所有东西都齐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拿了些什么 美食披萨 几乎呢每一个学校都有 MIT这边呢和其他学校有点不一样的那帮生 夏威夷披萨 就是带菠萝的啊 这个呢我觉得也比较特别 我也没有见过 这个是Bacon Cheese and Chicken 这个带都拿的一个香草 然后这个呢算是偏泰式的亚洲餐 这本呢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事 是一个大闸会 豆子 土豆 蔬菜 苹果配的是猪肉 然后呢他们那个吧台呢叫做Osses 中文叫绿洲 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个是我比较想吃的 酒酒呢虽然不是很喜欢吃甜点的 但是今天拿的这一份呢我觉得很有食欲 他们叫水果蛋挞 所以你们比较想从哪个先开始 蛋挞吧 那你先吃甜点吗 我比较好奇它到底是什么 它这个里面拌的是什么 有点微甜呢 那我呢不是很喜欢吃那种特别甜的 但你看你们这奶真的是有点微甜的 本来像浅诚一口的 但是一口你把我hold住了这奶 它上面配了三种不同的水果 这个是青瓜 咖米瓜 还有葡萄 然后下面配的这个是奶油 我本来以为是蛋挞 准确的说应该叫奶油挞 然后下面这个挞是借鉴了蛋挞的造型 留给摄像师 今天呢其实除了那个蛋挞之外呢 我还是对他们这个亚洲餐比较感兴趣 听说MIT的这个亚洲学生也很多 所以我想看一下学校啊 是不是有顾及到亚洲学生的感觉 有点微辣 它这个米饭呢 和我们之前去的其他学校米饭不一样 给你们看看 就是咱们的东北大米吧 看 看了吗 咱们之前去的所有的大学市场用的米饭 都是那种细长条的 不知道视频间你们是更喜欢吃东北大米的 还是更喜欢吃细长条的粒粒分明的大米 我把它夹一块了 这个菜看来真是不错 试试 上面用的芝士呢是Guda cheese 就是中文叫高达芝士 它这个芝士呢一旦冷却了之后 就省了一块一块的 看到吗 我估计这道菜呢 但它热的时候应该特别好吃 上面的芝士呢可能还是流星的状态 也还不错 很下饭的 好 来 尝尝这个 这个是绿洲 这个是摄像师拿的披萨 这一份是你拿的那个 你想吃的那个菠萝披萨 然后这个是我拿的 Pepperoni 给你给你 菠萝披萨 意大利人正怒用 来 没有想他们MIT也搞这一套 碰一个 你拿不来我帮你碰一个 叮 微甜 我觉得麻省理工大学的东西 这糖尿病的风景比较大 平时要注意健康 不是很喜欢这种偏甜的披萨 所以这个 也不能说是MIT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下吃一口 好吧 我们视频的最后呢 来公布一下价钱 你们可以猜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顿饭 一个人要多少钱 来 大家先把答案呢 打到弹幕上 好 现在来公布 早餐的价钱是9块9毛5 中午饭的价钱是15块7毛5 晚餐的价钱是18块7毛5 你们觉得这个价钱 配上这个质量 划算吗 整个MIT的本科生一共有 4638个在校生 大家可以猜一下 4638个学生里面 一共有多少中国国籍的留学生 这个答案是54 1.16% 可想而知呢 这个学校到底有多难考 不过呢 有个好方法就是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旁边这位小姐姐 她们的公众号 MIT CSSA MIT CSSA 相信呢 有了他们的帮助之后呢 大家以后 考MIT的成功率 多多少少能够增加一个百分点吧 好吧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 全面的 我是Ju 在我们下期视频下期 我们下期视频点个赞 那我们下期视频就了 拜拜